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包括我这个申请能不能带上家人啊 具体的手续是怎样的啊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等等 这些呢都可以参见我们的众多的视频音频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ouTube频道 Podcast这些里面都有 我们有超过200个这样的文件 面面俱到 常见问题呢一般都讲到了 当然有的事情呢没有统一的答案 比如说我办绿卡要多少钱 那这个显然因人而异啊 比如和你家里有几口人等等都相关 和你要通过什么处境渠道来办啊 至少我们需要知道你的更多的信息啊 你可以发信给我们提供信息 我们会提供免费的咨询和评估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想再重新visit一下 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说呢 我这个背景能否申请绿卡 能申请哪一种 有多大的把握批准 多少机会批准 多少百分比批准 那么这个答案呢 也随着时间 以及移民局的形势在变化 就和排期在一直变化一样 比如说有的申请人问 说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 我认识的人 或者我听说过的情况 我在网上看到的情况 有的人背景还不如我 也得到了批准 为什么不能申请这一种 这个呢 一方面case by case 你不能机械的理解和比较 比如说某甲当年高考分数 比某乙要高 不能说某甲一辈子工资收入 就会比某乙高 也不见得某甲的太太或者丈夫 就会比某乙要漂亮 是吧 那这个世界呢 是变化的 就像我们在视频里面 也提到过的 不能克舟求见 然后呢 有的人就像问到说 我的朋友 当初i140和485一起提交 比较快就拿到了绿卡 那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那很简单 那个时候还没有排期 那后来有了排期 所以呢 这个是解释一下 同样的呢 EB1和NIW 这个批准标准呢 也一直在变化 比如说几年前 我们有客户 PhD刚刚毕业 一共只有两三篇文章 十来次引用 也取得了 EB1A 杰出人才的绿卡批准 这个呢 要放到现在 就几乎不可能了 这个唐朝有一个诗人 叫刘玉希 写的叫 请君莫奏 前朝曲 听唱 新翻 杨柳枝 这个旧的情况呢 不一定适合你 需要与时俱进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啊 给大家提供一些 2019年最近刚刚批准的 EB1和NIW案例 供大家参考 你可以用来呢 和你自己的背景相比较 更多的信息呢 可以联系我们啊 然后我们会告诉你 那么NIW案例一啊 这个申请人呢 是chemical biology专业的 化学生物学 目前呢 在一家公司工作 他有三篇文章 32次引用 有一次审稿 取得了IW批准 这个申请呢 在2018年底 交到了TSC 然后呢 在2019年6月 得到了批准 没有RFE 下一个案例呢 申请人有美国的硕士学位 没有博士学位 他是生物专业的 在一家公司工作 有两篇论文 有九次引用 没有审稿 这个呢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弱的case 他在2018年的10月 提交了申请到TSC 在2019年的6月 得到批准 没有RFE 接下来呢 NIW的案例三 申请人呢 是计算机专业的博士 在一家IT公司工作 他有三篇期刊文章 另外呢 还有一些会议文章 有一百多次引用 有一些审稿 这个申请呢 在2018年11月 交到了NSC 在2019年6月 得到批准 没有RFE 接下来NIW的案例四 申请人呢 是食品专业的 在一家公司工作 有五篇论文 70多次引用 有两次申稿 这个NIW申请 在2018年12月 交到了NSC 在2019年6月 得到批准 没有RFE 接下来案例五 申请人呢 是从中国提交的申请 他在中国一家大学工作 有十来篇论文 一共呢 有30多次引用 没有审稿 这个申请呢 在2018年的10月 从中国提交到了TIC 在2019年5月 得到批准 没有RFE 那么以上的几个案例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提交到批准 这个140这个时间呢 大概是半年左右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EB1A的 这个情况 案例一呢 这个申请人 是神经科学专业 Neuroscience 目前呢 在一家儿童医院工作 他有四篇论文 有300多次引用 10次审稿 这个申请呢 在2018年11月 交到了TIC 没有使用加速审理 Premium Processing 在2019年的6月 得到批准 没有RFE 案例二呢 申请人是机械工程专业 他在一家公司 做工程师的工作 有十几篇论文 200多次引用 有几十次审稿 这个申请呢 在2018年9月 交到TIC 没有使用Premium 然后呢 在2019年6月 得到批准 没有RFE 接下来案例三呢 申请人是数学和统计专业 在一所大学工作 有八篇文章 70多次引用 大家知道呢 数学专业引用数字 一般比较低 有九次审稿 这个申请呢 在2019年3月 交到TIC 使用了Premium 然后呢 收到了RFE 在回复RFE以后呢 在2019年5月 得到了批准 接下来的案例呢 这个申请人是 经济学专业 在一所大学工作 有几十篇论文 一共呢 有125次引用 有20次审稿 他的EB1A申请 在2018年11月 交到NSC 没有用PP 在2019年5月 得到批准 没有RFE 那么从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EB1A的I140 不使用PP的话 从提交到批准 一般也是六个月 左右的时间 接下来呢 我们再讲两个 EB1B的案例 第一个呢 申请人是金融专业 在一所大学工作 有若干篇文章 一共呢 有18次引用 算是比较少的 有20次审稿 他在2019年的2月 提交了EB1B到TSC 没有用PP 然后比较快的 在2019年5月 就得到了批准 没有RFE 接下来呢 有一位申请人 是计算机专业 他在一家新创立的 所谓叫startup公司 规模比较小 担任管理人员 同时呢 也兼做研究 他有三篇论文 50多次引用 50次审稿 这个申请呢 在2018年的8月 提交到了NSC 没有用PP 然后呢 在RFE以后 在2019年4月 得到批准 以上呢 是最近的一些 NIW EB1A和EB1B的 批准案例 供大家参考 我们为来自中国的 科研人员 专业人士 各类申请人呢 取得了上千例的 EB1和NIW的批准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的 申请信息 批准案例 以及获得 对自己情况的 免费评估 欢迎联系我们 好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